海岸管理法在今年二月公布開始實施 卻引起地方政府的不滿 認為全台東一百七十多公里長的海岸線 有六萬兩千多公頃的公司有地 都在管制區內 台東縣副縣長陳青湖就痛批 海岸法限制了台東地區發展的空間 許多議員表示台東縣劃定的保護區 是全台最大 未來沿海的十一個鄉鎮將受到影響 鄉鎮首長也質疑原基法以及海岸法 未來將造成族群衝突 書長表示目前海岸管理法 還未制定執法相關規定 未來將會積極停取地方意見 在保護海洋資源環境的前提下 制定符合人民期待的海洋管理條例 記者文化的辦台東縣議會採訪報導